天哪 我居然过了 而且谢先生一点也不像爹爹说的那么严肃 他说话的声音又温柔又好听 都怪爹爹吓唬 但是你没见过他可怕的时候 吓死人都是情的 我父亲说 谢先生为人处事皆挑不出毛病 他在治学以事上是从不马虎的 还说若我能学着点皮毛 也不枉辛苦入宫这一趟了 这可都要感谢江二姑娘这位大善人 若没有你的指点 我必是被出落的命了 江姑娘果然不是常人 倒像是事先知道要考什么一样 从题目到谢先生的喜好 竟是半点不差 谁知道你背地里又做了什么 别的人倒也罢了 可谢先生明月清风 品行高洁 满朝上下谁人不知 这样的圣人岂会将你放在眼里 别做梦呢 你也觉得谢威是好人 谁不知道谢先生是好人 他在朝为官不节捧党 智学用心有一贯清廉 对圣上忠心耿耿 这如何不是好人 此时此刻的谢威 根本还跟反贼二字 扯不上任何关系 所有人都觉得他是好人 敬他 重他 唯有我如此表现 不真暴露了 我知道的比旁人更多吗 你怎么了 我要回去找谢先生 方姑娘 若两刻之后我还未回来 请你一定要来凤尘殿救我 你干什么去啊 山上有恋人布下的陷阱 附近一定有村子 我们很快就能走出去了 你醒醒啊 你不能死 来 你干什么 从前听大夫说 你这样子是含蟹入体 唯有危险才能救你 你倒好 竟然不是好歹 谁为你服了 别过来 别过来 不是我 我不是他 双眼泛红 双眼泛红 身起红包 神思不宁 嗜血失控 这是 离魂症 离魂百姓世人 久武至尊世人 他们凭什么 凭什么 凭什么 有 神行 你 我 全部杀光 杀 全都是杀光 杀 杀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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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告我 一部分是为燕灵 却也是为当年之事 他有离魂症 一遇雪天 就会变得嗜血嗜空 他所谓的大逆不道之言 也与皇帝有关 不管谢威还藏着什么秘密 在这皇宫之中 他想趁机除了我 实在太容易了 事到如今 我唯有兵行显照 才能博得生机 上师大人明知我不愿入宫 为何将我留下 明儿姑娘不装了 雪宁自知学识浅薄 达隽也不过是一通乱血 却能得你上家之瓶留在宫中 我思前想后 唯有一个解释 你是在怀疑我未曾忘却 当年上京之事 怕我泄露出去 所以将我留在身边 仔细监视 稍有异动便即刻下手 我说得可对 既来找我 答案已显 谢某不想让当年之事 被人所知 不假 不过 仅凭姑娘 还不足为据 不过 谢某倒有一事 想问问您二姑娘 你与燕灵 到底是何关系 她是我的挚友 是京中待我最好的人 仅是如此 少师何意 京中盛传 你跟燕灵二人情深一斗 结言燕世子冠礼之后 便要迎娶姑娘的 雪宁说了 燕灵是我的挚友 情深不假 不过并非男女之情 宁二姑娘的卷子 果然与常人不同啊 谢某不才 发现宁二姑娘 确实读了不少书 这一句 出自刘侯论 而这一句 出自战国策 这些东西 可不是寻常 龟庄姑娘会读的书 这些年也并未听说 你潜心向穴 那为何现在 却又如此没藏 要不是谢某 不信这些怪力乱神之事 只怕要以为 宁二姑娘 是重活一世之人了 雪宁的确有藏着之心 不过却是为了远离宫中 远离朝室纷争 雪宁肯请先生 放学生出宫 别败费力气了 一则 前几日令尊 已托谢某在宫中 好好照顾宁二姑娘 二则 燕灵也请谢某 多帮帮宁二姑娘 三则嘛 所谓滴水之恩 当永泉相报 你还不曾听说吗 这入宫半读的名单 虽是有礼部和选 但最终 还是得交到谢某手上 才能发出去 你的名字在谢某这儿 早就已经勾过一遍了 为的就是让你入宫 怎么可能 让你轻易离开呢 让我入宫 居然还有你一份 原来不是谁要搞我 而是谁都要搞我 与其将你放在宫外 不如将你放在眼皮子底下 好好看着 你这么不愿入宫 是怕我杀你灭口 谢先生 选您只是一阶规格女流 在朝中既无势力 更无野心 于您而言 我不过是一只掠尸手段 便可捏死的小小蝼蚁 若我说我从头到尾 都没有背后告发 加害先生之意 先生愿信吗 若你是我 你会信吗 我不敢信 所以 若你是我 这个人 除 还是不除 可是先生 我不想死 对我来说你不是危险 真正的危险是 我不敢信你 却想要信你 我羡慕不是不计恩的人 不想对救命恩人动手 但重要的是 你听不听话 明儿 你试过 心怀着一个秘密 却不能对任何人提起 锦衣夜行 重宝加身 可外孤寂吗 你是个聪明人 有你在宫中半读 这宫中的生活 也算是变得有趣些了吧 可我不想啊 你所掩藏的 正是我想看清的 所以江雪凌 这半年半读 还请你像个 寻常闺秀一样 在我眼皮子底下 乖乖待着 不要随意招惹燕灵 更不要 做出有碍永逸侯府之身 不要逼我 也不要惹我生气 否则 不则 柴郎没必要欺骗蝼蚁 眼下死里逃生 也算是被我躲过一劫 半年 必无可避 唯有见招拆招了